宣布一个重大的施政计划 这个计划名称叫做陪你长大 要将校园环境优化 施政会议上 卢秀燕宣布推动 克卓椅泰换计划 但没证实的 还有自己的出访计划 与武县市长午餐约会 这张宣传照已流传在美国华侨圈 据了解卢秀燕将在7月底 前往美国西岸修盛顿西雅图 旧金山与洛杉矶等城市拜访 其中27号这场侨胞餐会 报名最为踊跃 或许是基于默契 还不能把话说得太明 但侨胞多已完成报名 侨胞报名踊跃 毕竟百文不如一见 不过西岸这边 有许多蓝营海外党员 此行也被认为颇有布局异味 无论是市政层级的外交 或是增加商业文化层面的交流 对我国对台中市而言 都是非常有注意的 但现在距离2028其实尚远 不需要有过多的预测 提妈妈市长澄清 方美行无关选举 但要出访的可不止卢秀燕 一人而已 曾在副总统任期的 2022年底 赖金德前往不留 与总统会数人展现好交情 卫林后首次访问之旅 传出赖传队就锁定 南太平洋友邦 柏尤图瓦尔或马绍尔群岛等国 而且可能出访时间 落在9月份前后 适逢美国大选 景象不过境美国本土 但总统府则表示 出访计划尚未讨论 若进度另行对外公布 TVB也将出 太明追踪群演奉会 台北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